那我覺得川普是惡人天象 不是吉人才惡天象 而且他小商 小難小商以後 凡有後福 而這一次呢 因為趁著這個暗殺案過來 連挑副總統候選人 都挑得得心應手 我覺得他挑這個Vance 比上一回挑Pins要來得好 雖然他們兩個人的名詞 都是五個字母 而且最後三個字都一樣 一個是PENCE 這個是VANCE 都是NCE 你看多巧合 但是我覺得這個Vance的故事真多 他才三十九歲 從政才一年半 他是出生在Rusty Belt 就經濟衰退 鋼鐵業衰退的這個 Ohhio的地方 而且從小就是家裡頭 就是多災多難 貧窮啊一天到晚搬家 老爸跑走了 老媽呢就是這個酒精中毒 酗酒還有這個毒品都有問題 是祖父母隔代教養 把他帶到農業州的Kentucky 這個飛鴻胎最熟悉的 肯塔基把他帶到 還在那邊唸書的 對他八歲的時候 還是祭父把他收養過去 然後換成這個Vance Vance這個名字是祭父的名字 所以他高中畢業以後 沒有念大學 就從軍去了 而且他從軍就當海軍陸戰隊 那當完以後回來 就唸Ohio State 我認為他唸Ohio State 是有拿退伍金人的補助 有很多優惠 對 他唸完很快唸完以後 就去唸耶魯大學的法學院 唸導博士 在同學在唸書的過程中 認識了他的老婆 他老婆是印度醫的印度人 這印度人是美籍印醫的生了三個小孩 而且是非常傑出的大律師 然後他完成以後 就沒有回故鄉 就去舊金山 然後在矽谷從事這個創投 創投 在那段期間 短短的期間 他認識很多有錢的金主 未來的金主 而且是在政壇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你想想看那麼短時間的人 信骨滿坑滿骨都是老人 他能夠冒出來 讓大家都信服口無 一定有他的一手 所以川普這次跳得不錯 那是民主黨已經沒報 就說你這個機會主義者搖來搖去 一充滿矛盾 這干你什麼事 人家川普這點才厲害 他以前罵我 但是儘管罵我 不管他怎麼解釋 我覺得他好 我就要他 你越罵越顯得你的真的是潛乳濟窮 而且這個Vance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我以前罵他是罵他的風格 就他style我不同意 但是我漸漸覺得他的policy 他的政策是美國人民所需要的 這講的也還好 我甚至很敢大膽的 我覺得這個整個共和黨的過程 藉著川普兩度進入白宮 然後呢 他不能再當第三任 然後他退任以後 我認為他的這個棒會交給Vance Vance可能就是下一次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任 這個跟國民黨就是郭董有一點這個味道 郭董也是外來的 但是他力道不夠 沒有辦法受到國民黨的提名 但是他提名大概也沒有這個川普的威力 而且你看他這個共和黨的優點就是說 借了外人進入白宮 然後再下來 就是這個苗 苗洪 苗洪 更正苗洪的 真的有假包含的年輕一代的正式的共和黨人 國民黨有學這個教訓